有沙拉搭配坚果 还有食蔬、肉类以及淀粉 营养均衡的菜色 提供来台湾参与WBC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球员们 最符合运动员需求的饮食 他们有讲到的几个 第一个是不要用奶油 那再来就是说每天的话就是两个淀粉 还有两个肉类 那肉类的话当然我们会使用牛肉或者是鸡胸肉 那他们有些的球队也会要求使用到鲑鱼 那我们会针对不同的球队 他有提出的一些客制化的要求 然后去调整每一天每一餐的一个菜单 为了满足大联盟要求照顾球员健康 赛事期间提供的餐食 不能使用奶油、带壳海鲜及内脏 此外也净辣、太油也不行 每天基本需求是肉类、蔬菜、淀粉各两种 此外赛前会提供轻食类给球员垫肚子 赛后提供主食与较多淀粉 而来自不同国家的队伍 对餐点也有不同要求 像意大利他们有提出说 他们希望有意大利面 他们必须用番茄红酱去做一个制备 对啊 那像有些队伍有提出说 他们需要有蔬食或者是素食 有些球员是用全素的 那全素的部分 那又有蛋白质的补充 那他们就有提出 他们需要的一些菜色跟餐点 承接膳食的业者也透露 经典赛期间将每天提供近千人份的餐点 给球员最佳的能量补充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立 曾义豪、黄雁霖 台湾台中报导 谢谢大家